本該乖乖待在動物園的斑馬 竟然溜出來逛大街 工作人員假期微不忘 沒想到斑馬卻抓狂似的 一腳踹暈 微捕猿衝破防線 但這斑馬怎麼會是用 兩隻腳走路呢 答案揭曉 這其實是東京上野動物園 年度動物逃亡演習 斑馬是工作人員假扮的 工作人員頂著斑馬 裝在路上溜搭 逗趣景象 讓好奇的圍觀民眾 紛紛拿起手機拍照 最後警車出動朝斑馬 發射麻醉槍 斑馬這才兩腳跪地 昏睡的過去 原方每年都會舉辦這樣的演練 動物也都不一樣 就是怕哪天他們出逃 不過民眾倒是建議 演習其實可以在逼真緊張點 先不論是否有待加強 人類假扮動物上演逃亡祭 意外吸睛也創造話題 記者綜合報導 總盤